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类继承 咱们上一期讲类定义 今天咱们讲一下类继承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现在知识点一共有两个 第一 open关键字 什么意思 在Cotlin里面 如果说这个类要是可以被继承 那么它必须加上一个open关键字 换句话说 打开 我是一个开放类 你们就来吧 就这感觉 另外一个是构造器 构造器 因为这个Cotlin 咱们在类继承的时候 对于构造器的写法 有点特殊 今天我也作为知识点 介绍给大家 好 那咱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首先说 我定义了一个open类 open class car 什么意思 是可继承的类 小汽车 car是汽车 对吧 然后我这有一个构造器 默认的是线上构造器 传一个参数品牌 你是什么品牌的car 对吧 这是传一个blonde品牌 好 这个地方 我还定义了一个 类的模板级的blonde 然后接收 这我等于后 接收 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blonde 是参数构造器 传过来的blonde 前面这个blonde 是我定义的 模板级的变量blonde 这两个blonde 虽然名称一样 但是它们作用欲 意义都不一样 请大家注意 好 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函数当中 收blonde 这个函数当中输出 我是哪个汽车 我是什么品牌的汽车 就这个意思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它的子类的定义方法 我定义两个子类 第一个是雷克萨斯 第二是本田 全日本车 便宜 便宜 没有德国车 好 咱们看 我定义雷克萨斯 然后呢 继承谁 冒号 一般是这个冒号 做继承 在这个Java里边是 extense 是吧 它跟Java 其实这个Code0跟Java 仅仅是一个语意转换 其实是一回事 这是一个冒号 继承谁 继承卡 然后呢 卡里面有一个构造器 这个地方 所以说 咱们在继承卡的时候呢 要给构造器付一个值 什么值 我是雷克萨斯品牌 所以这地方呢 我要给一个雷克萨斯 那换句话说 我这类 默认的就是雷克萨斯属性 为什么 构造器我传就是雷克萨斯的自由串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本田一样 冒号继承卡 然后呢 再传一个构造器的参数 轰打本田 没问题吧 那么咱们传来参数之后 在这个地方 会赋予这类的模板机 不当的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 受不浪的函数呢 会输出 一会咱们看输出的 是不是雷克萨斯跟本田 好 咱们看一下调用方法哦 这个地方 我呢 先实力化一个卡类 这是最富最富的最富 爷爷类是吧 这应该叫父亲类 因为他还没有这个 这个孙子类啊 好 咱们看啊 我定一个小汽车类 等于卡 没问题 然后呢 传一个构造器的变量 Toyota 丰田 就这个地方 这个是卡自己的使用方法 没问题了吧 OK 然后 真好啊 我这个丰田旗下是雷克萨斯 这个雷克萨斯 就是丰田旗下子品牌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呢 继承他爸爸卡 继承他爸爸这个丰田 然后呢 我就直接 注意看我这地方 我new了一个 这个其实相当于是new嘛 new了一个雷克萨斯类 就这个类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没有传餐 为什么 因为在我定义的时候 已经在这地方传完餐了 我的品牌就是雷克萨斯 不是本田了 对不对 同时 同时咱们在实力化这个本田车的时候呢 我这仅仅写一个类名 哄打 并没有传任何的参数 为什么 同样 这个地方已经传了嘛 好 那咱们实力化了三个类 其实这个有点机构不太好啊 本田怎么能是这个丰田的下属呢 他们是平级关系嘛 好 那咱们看啊 我实力了三个类的变量 然后咱怎么用啊 首先说看点 收不浪的输出 这句话 这卡是什么型 这卡是什么型 这卡是什么品牌 Toyota嘛 所以这地方呢 应该输出 丰田 没问题吧 雷克萨斯呢 收不浪的输出什么 输出是这个地方 传进来的不浪的值 所以说这呢 要输出雷克萨斯 本田呢 这个地方输出本田 这是我预期的结果啊 好 那咱们试一下 把代码粘过来 咱们马上跑一下 放到我的Intelli这里面 请稍等 其实累计成真的就不难 如果说您用这个Cotlin 编码编冠了 反正我现在 如果拿它写安卓的话 我真的不想再用Java写了 真的是不想再用了 确实是简洁 清爽啊 好 咱们考过来之后 马上运行啊 Go 看一下 大家请看 三个品牌 第一个呢 是Bland等于Toyota 就这行输出 没问题吧 第二个呢 Bland等于Lexus 是这个地方输出 第三个呢 是等于Honda Bland等于Honda 是这地方输出 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实现了 简单的类继承 比如今后我要再加个 奔驰宝马怎么办 那加吧 写法一样啊 比如说我这本田下面 再加一个宝马吧 我小马嘛 所以我喜欢加宝马 BMW 可以吧 没问题 这也是BMW 然后呢 咱们在下面 去实力化一个BMW的 类实力 就叫BMW 没问题吧 OK 稍等 然后 我等BUM去了 BMW 稍等 好 然后呢 咱们在这地方 BMW.show BMW.show Bland 输出 好 运行试一下 够 肯定没问题嘛 这部分 就输出了一个BMW的类 这就咱们非常非常简单 清爽的完成了类继承 而且这个新类里面 其实什么都没有嘛 它是完全使用负类的内容 当然它也可以定义 自己的属性变量 都没问题啊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讲的 关于Coton 类继承的使用方法 应该不是很难 我认为您应该能够听明白啊 今天的例子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您呢 最好说是不用像我刚才给讲课时拷贝 您最好是手动敲一下 能够呢 加深理解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我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的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那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